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章是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 很多人的童年都经历过不被老师看好,不被父母待见 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最好 成绩就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 何寻与否就是一个人好不好的唯一标准 不少人因为这样开始丢失自己,开始放弃自己 也总是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 有的自暴自弃,有的随波逐流 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 因为别人的否定,嘲笑,误会,机灵而自我反省 我真的很差吗?真的不讨喜欢吗?真的错了吗? 可能是吧?可能是吧 可是,很多事你并没有错 你却总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并且越陷越深 偶尝道理都懂 时常不放过自己 然后你会发现 你陷入了恶性循环 你越是不相信自己 对自己越差 你就越失去爱人的能力 也失去了光环 而此时,你对自己最大的恶意 就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 给自己心里暗示 我不行,我就是被讨厌 我就是被抛弃的 亲爱的,你错了 我们每个人 不是生来就要合群 就要被所有人喜欢 付出就一定要有回报 你看周杰伦那么有实力 还是有那么多人黑他 赵丽莹这么受欢迎 公布结婚那天 还是有这么多人咒骂他 所以,面对那些霸凌你的人 不在乎你的人 那就去他的吧 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好 对别人施展恶意的人 本来就最差劲 你可以因为自己想要什么 而去努力 而不要因为别人的恶意 而否定自己 甚至改变自己 亲爱的 你自戴皇冠 本就光芒万丈 不要去听那些恶言恶语 相信自己 爱自己 才是你该穷极一生去追求的浪漫 如果巴黎不快乐 你说 如果你不爱我 那么,我将学会自己爱自己 我会比你更爱我 我会做得更好 你照顾不好我 我自己还不能照顾得好自己吗 遇见你就够倒霉了 余生也请你别指教了 你要记得 伤害过你的人不配 不爱你的人不值得 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为情所困 我的学长劝解我的时候说 你活得好低血 爱情这种小事 居然耽误了你好好学习 好好赚钱 好好去爱真正值得爱的人 我这会儿 有点看不起你 我当时醍醐灌顶 因为那一句 你活得很低血 是啊 我有这么多正经事要做 离开我的人 何尝值得我浪费心神 很多失恋的人一蹶不振 不敢面对眼前的现实 但是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离开你 离开你是他损失 离开他是你赚了 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来照顾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当你觉得自己孤单的时候 身边很多人 身边很多人 其实都和你一样 让我们感到自卑的 其实都一样 都很相似 我因为成绩不好 老是总是批评我 那个时候很自闭 我因为长得不好看 被嘲笑 自卑得很 因为性格那一项 大家不和我玩 我总觉得我很差劲 谈恋爱被劈腿 还以为 是我不够魅力 你看 原来 我们都一样 所以 当我们选择 好好爱自己 好好做自己的时候 那些充满恶意的人 伤害过你的人 就真的不那么刺痛我们了 当你变得越来越好 把自己照顾的精神意义 你会发现 你身边自然会出现 比之前那个人更优秀的人 有的 会成为你的朋友 有的 会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最终 会有那么一个更好的人 成为 你的另一半 不沉免错的感情 好好爱自己 才是 活得 高级 好了 周末快乐 吃麦茶桌呢哟 不要去听那些恶言恶语 相信自己 爱自己 才是 你该穷极一生 去追求的 浪漫 不要去听那些 恶言恶语 相信自己 爱自己 才是 你该穷极一生 去追求的 浪漫 当你变得越来越好 把自己照顾的精神意义 你会发现 你身边自然会出现 比之前那个人 更优秀的人 当你变得越来越好 把自己照顾的精神意义 你会发现 你身边自然会出现 比之前那个人 更优秀的人 嘿 你好 我是红梅 今天你过得好吗 我在韩国大秋 向你问好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好好爱自己 就有人会爱你 很多人的童年 都经历过 不被老实看好 不被父母待见 别人家的孩子 永远最好 成绩 就是评判一个人的 唯一标准 何寻与否 就是一个人 好不好的唯一标准 不少人因为这样 开始丢失自己 开始放弃自己 也总是怀疑自己的 存在价值 有的自暴自弃 有的随波逐流 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 因为别人的否定 嘲笑 误会 凄零 而自我反省 我 真的很差吗 真的不讨喜欢吗 真的 错了吗 可能是吧 可是 很多事 你并没有错 你却总是拿别人的错 来惩罚自己 并且 越陷越深 偶尔道理都懂 时常不放过自己 然后你会发现 你陷入了恶性循环 你越是不相信自己 对自己越差 你就越失去爱人的能力 也失去了光环 而此时 你对自己最大的恶意 就是 习惯性的自我否定 给自己心里暗示 我不行 我就是被讨厌 我就是 被抛弃的 亲爱的 你错了 我们每个人 不是生来就要合群 就要被所有人喜欢 付出 就一定要有回报 你看周杰伦 那么有实力 还是有那么多人黑她 赵丽莹这么受欢迎 公布结婚那天 还是有这么多人咒骂她 所以 面对那些霸凌你的人 不在乎你的人 那就去她的吧 因为 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好 对别人施展恶意的人 本来就最差劲 你可以 因为自己想要什么 而去努力 而不要因为别人的恶意 而否定自己 甚至 改变自己 亲爱的 你自带皇冠 本就光芒万丈 不要去听那些 恶言恶语 相信自己 爱自己 才是 你该穷极一生 去追求的 浪漫 如果巴黎不快乐 你说 如果你不爱我 那么 我将学会 自己爱自己 我会比你更爱我 我会做得 更好 你照顾不好我 我自己 还不能照顾得好自己吗 遇见你就够倒霉了 余生 也请你别指教了 你要记得 伤害过你的人不配 不爱你的人 不值得 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为情所困 我的学长 劝解我的时候说 你活得好低血 爱情这种小事 居然耽误了 你好好学习 好好赚钱 好好去爱 真正值得爱的人 我这会儿 有点看不起你 我当时 醍醐灌顶 因为那一句 你活得很低血 是啊 我有这么多 正经事要做 离开我的人 何尝值得我浪费心神 很多失恋的人 一蹶不振 不敢面对 眼前的现实 但是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一句话 离开你 是他损失 离开他 是你钻了 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 来照顾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 当你觉得 自己孤单的时候 身边很多人 其实都和你一样 让我们感到自卑的 其实都一样 都很相似 我因为成绩不好 老是总是批评我 那个时候 很自闭 我因为长得不好看 被嘲笑 自卑得很 因为性格那一项 大家不和我玩 我总觉得 我很差劲 谈恋爱被劈腿 还以为 是我不够魅力 你看 原来 我们都一样 所以 当我们选择 好好爱自己 好好做自己的时候 那些充满恶意的人 伤害过你的人 就真的不那么刺痛我们了 当你变得越来越好 把自己照顾的精神意义 你会发现 你身边自然会出现 比之前那个人 更优秀的人 有的会成为你的朋友 有的会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最终 会有那么一个更好的人 成为你的另一半 不沉免错的感情 好好爱自己 才是活得高级 好了 周末快乐 去买散播呢哟